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说到花生,朋友们不陌生吧 花生作为一种坚果,营养比较丰富的 又称之为长寿果 花生是一种常见的坚果 照常客人比较有面子 花生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可以有效地为人体补充营养提供能量的 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营养贾品 对于爱吃花生的人来说 每天坚持吃花生,对这些人的好处是很多的 今天用花生给大家分享一道 对眼睛健康特别有帮助的美食 做法简单,但是功效真的是特别的棒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说到补脑,很多人会想到喝讨 其实不然,花生也是具有很高营养价值的 能够补脑、抑制 花生中含有氨基酸,可以促进质力的提高 经常吃花生,能够降低身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防止冠性病和发生的恶化 能够解冠性病还有动脉中央腰化的问题 早上起床之后,食养几颗花生 有助于增强体力 增强体力的血小板的数量 提高免疫能力 补气又补血 花生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经常吃花生,可以保护眼睛 我这花生米是普通的花生米 不是红皮的花生米 如果有红皮的花生米 营养更丰富的,口感也很好 花生米准备适量就可以了 我准备了300克的花生米 加入清水 我们把花生米淘洗干净 花生米看似干净的 它有灰尘杂质 在使用之前多洗两遍 我们洗花生米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坏掉腐坏的花生米 这样的花生米是不要食用的 我们挑选干净 仔细的看一看 洗好的花生米控水捞出来 我们把花生米倒入锅里面 加入花椒 八角 来一点葱 我们加入水 加入少许的盐 入个底味 搅拌搅拌 开大火开始焖煮 水开之后转小火 焖煮20分钟 准备胡萝卜 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胡萝卜中的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 多吃胡萝卜 既能够补充维生素 还能够补充维生素 还能够补充维生素 蛋白质 营养比较丰富的 胡萝卜含量也特别的高的 要比其他的蔬果蔬菜 要高出很多倍 并且胡萝卜的营养很丰富的 比其他蔬菜也是一样的 高出很多 想要补充维生素 鸡腑钙的 一定要多吃胡萝卜 我们改刀 胡萝卜切成薄片 再切成胡萝卜细丝 这些小丁就可以了 准备适量的蟹菇 蟹菇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富含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钙 银 蛋白质 平时多吃蟹菇 既能够补充营养 又能够补充很好的蛋白质的 补充心 铁 蟹菇不光营养丰富 它的口感也很不错的 放入大盆中 我们抓拌抓拌 把蟹菇洗干净的 蟹菇属于海鲜菇嘛 它的生长环境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股浓郁的味道 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淘气淘气 洗干净的食物 吹着比较放心的 锅中加入清水 大火把水煮开 水开之后 把蟹菇放入锅里面 我们焯一下水 蟹菇的味道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定要焯水的 去除一些异味 焯水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焯好水之后 控水捞出来 水分尽量控的干一些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负败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连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时间到了 已经焖煮好了 这时候的味道是比较香的 并且呢 汤汁也红了 这个时候花生米已经进温了 我们要弄勺 控水捞出来 水分一定要控干的 多控一会儿 放入盘中 凉凉一会儿 花生米亮了差不多了 把里面的葱 花角 八角全部挑出来不要 这个时候的香味 也融合到一起了 已经不需要了 挑出来之后 我们吃的时候比较放心的 不会感到那么的苦涩 全部挑干净 再把焯水的蟹棒锅加进来 呼噜薄丁加进来 呼噜薄丁不需要焯水的 因为这样吃呢 口感更脆更香 特别的有食欲的 我们先转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儿 我们加入少许的醋 来一点生抽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煮花生的时候 已经加入盐了 这里不要放了 可以尝一下咸淡口 如果比较大的话 再加入一点 一定不要吃的太咸了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响应了 清淡好吃又美味的 花生米拌鲜爆锅就做好啦 这样的花生米舀上一口嘎嘣脆 特别的有食欲的 鲜爆锅吸饱的汤汁也是很香 花生米这样做 既不用油炸也不用油炒的 吃起来特别的放心的 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吃的 尤其是胜利昏花的 眼睛经常疲劳过度的 不舒服的 事物模糊 都可以多吃这道菜 能够快好的有缓解的作用 因为胡萝卜含有椰黄酥嘛 对眼也很好 而花生米呢 更是营养丰富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连整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